Om Qua See Your Sweat 操控 其實操控的方式沒有大改 但是我覺得是比上一集更加順 我也收過不少 就是我聽到球迷樂的玩法 就是可能那個動作 他覺得比起你按鍵那一下 手慢的 就是那個反應不夠直接 這次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譬如說 那一刻我試玩半場 背部得住人 就是我轉身的動作是流暢的 就是我覺得畫面流暢度之外 是動作或者操控都是更加流暢的 嗯 其實現在打機的趨勢 都是越來越真的 現在剛才開機的東西很珍受 還有他很著重的球場畫面 旁邊的人 那些 這些是 見到Winning是越來越大進步 但是他進步之外 其實你拿手 你都會發現對我們來說 都是有要求 即是對機有 因為你要比分上一時間練習 是 否則你一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變了 不太會踢球 有些時間適應 我想大條道理 大家在換新遊戲的時候 就要加多一點時間操練一下 才會出來見人 嗯 其實換也是一定的 我們都習慣一集一集買 其實機迷很少說出了一集 有 但主要是大家希望可以追到新一集 這集聯數多了 譬如說 我覺得有 有本地球隊是很吸引的 官方有這個本地球隊 我自己都一定會下載一些外掛 那些朋友設計好球衣 管理球員名 這樣來玩 就是訓為好人 那今次 因為東方就加了這個瓦罐杯 那麼 在瓦罐杯名單裡面 有香港球隊可以用 這件事很開心 在瓦罐杯名單裡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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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瓦罐杯名單裡面